薛沧海远远看着赵长河昂然拜山的样子,眼里也不禁露出欣赏之意来,真有胆气! 如此豪情,难而当如是? 血神教的汉子们崇拜赵长河,其实也是从纵横江湖的赵长河身上看见了自己向往的风采。 除了嗜血这一点之外,哪个血神教的汉子不喜欢这种昂首阔步挥着大刀砍遍江湖的气魄,不喜欢这种单枪匹马深入魔窟大声拜山的豪情? 可惜大家做不到,反倒是从叛离教中的赵长河身上看见了自己梦中的影子。 潜意识慢慢地把他当成自己在外的代表,不愿意再割裂为叛徒,都是出自这样的心态。 包括他薛沧海也一样。 这一刻他甚至都忘了碧迹山寨里蹲着的弥勒教使者,悠然传音,请赵少侠大堂相见。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丢人现眼,都散了吧,横川带着来就行。 孙教习躬身失礼,是。 赵长河倒也发现,除了洛家庄黑暗的火光之下见过一面之外,从来就没有好好照过面只活在传说中的薛教主,真人见了面其实还挺有气度的。 选择在山寨正堂接待而没有进入教派密窟,这含义也有点意思。 赵长河微微一笑,昂然上山。 孙教习在一旁低声道,长河。 嗯,你这次来干嘛的,能不能跟我打个底? 赵长河笑道,本来还真是想挑战一下教主的,不过要打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想好。 怎么说?你还想打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我如果打赢了薛教主,取代他人榜七十一这破位置,我真不想要,感觉很丢人的,会被我老婆笑。 孙教习,你他妈。 赵长河老实巴交的上山走路,他内心还真他妈是这样想的。 不过别人当然不会信,孙教习叹气道,少来这套了,你连杀了教主之后怎么掌控教派都有了预先布置,对吧? 喂老孙,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 得了吧,就你那点心眼子。 孙教习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低无可低,北盲的人来了这里,许多人进见教主不要给位置,就是怕有这样的一天。 那教主还是给了位置,教主说,他们手持玄武尊者的介绍信来的,玄武尊者可比朱雀尊者排名还高,如果是四象骄要他脑袋,早就没了,防来防去的土惹人笑,不如累落点。 赵长河笑了一下,见面圣似文明,薛教主好像有点意思,人家可不是邪心。 他磊落相待的玄武尊者,倒是挺邪心的。 孙教习邪腻腻着他,所以你真是那么想的。 赵长河反问,你还挺忠诚。 孙教习沉默片刻,叹气道,是,我在血神教二十年了,这是我家。 赵长河上上下下地看了孙教习一阵子,呼得失笑,确实有那样的预案,不过是有备无患,怕万一薛教主不可理喻, 我来了这里,要人给堆死,有自己人接应会相对好一点。 但我并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状况,我感觉挺好。 说话间,正达最高的总债,门口守卫有点狂热地向赵长河失礼, 孙教习闭上了嘴,闷声带着赵长河到了正堂医事厅。 妈的这一路上守卫对堂堂孙护法的尊敬程度都比不上对赵长河也对, 乾隆第一的声望是跟教主一级的,他老孙可没法碰瓷。 话说回来,正因地位倒转,赵长河刚才居然还愿意对他担心失礼, 至今让孙教习如坠梦中。 满脑子江湖地跟在赵长河身边进了议事厅,赵长河龙行虎步的大步入内, 站在正中对着主座的薛沧海拱手翼里,见过薛教主。 薛沧海微微汗手,请坐,给赵少侠奉茶。 赵长河便也老实不客气地坐在下手客位上, 有教众端上茶来,赵长河打亮了一眼,择了一声。 难教众,连做这种杂活都没有丫鬟,薛教主您真是爷们的榜样。 薛沧海也在闽茶,打亮着赵长河, 半赏才到,教众拿赵少侠当自己人, 在赵少侠心中是否觉得一群白痴东西。 明明是一年前还在追杀的叛徒, 这前具后宫是否可笑? 赵长河道,以前在古剑湖的路上, 我和教席说过,除了方不平之外, 薛神教与我无仇,反倒有收留传义之恩。 大家还把我视为血神教代表的话, 我是高兴的,这香火之情未曾断绝。 教主不对我喊打喊杀,就很是感谢了。 薛沧海不置可否,喊打喊杀, 我们在外打杀不了, 你自己进来宋岛是有机会。 赵长河笑了一下,没回这话。 薛沧海也没继续,转而道, 赵少侠来此,该不会只是为了访亲续旧。 赵长河道,确实想见见孙教习, 好久没见了甚是想念。 孙教习偏过了脑袋, 说了你自己信吗? 薛沧海不动声色, 现在见到了, 是否要安排个房间给你们师徒好声续续旧? 赵长河 薛沧海自顾敏茶,不说话了。 其实就算最狂热的粉丝们, 这会儿也该回过未来了, 赵长河来者不善, 大概率是要挑战教主的, 薛沧海更是一开始就明白。 赵长河怕是真的在密藏门前了, 他要突破密藏, 走其他旁通之道, 就算在牛逼都没有意义, 他的根本法是血煞弓, 血煞刀法, 那他就必须在这上面求得突破, 前来此地简直是必然。 但他赵长河终究不是猪雀, 一个人到这虎穴, 真打起来还想全身而退。 这是赵长河的胆色, 薛沧海欣赏归欣赏, 但当挑战对象是自己的时候, 那可不乐意坐踏板。 妈的你们小男女一个两个的, 你压债岳夫人拿我当跳板, 刷了一波世界声望, 害我被人笑话到现在, 你大舅子之前满天下找我, 说不服气我能地补人榜他不能, 好不容易这混账玩意儿自己上了人榜, 总算消停了, 地补上来的司徒笑又说不服气我在他上面, 也在满天下找我。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我, 都有病是不是? 现在轮到你了是吧? 赵长河也抿了口茶, 似是很无所谓地道, 可能教主也看出来了, 照某此来, 是欲寻密藏之门。 薛沧海淡淡道, 无论大家怎么看待你与圣教的关系, 圣教核心功法也是不能外传的, 感悟圣物之类的, 阁下也没有资格。 赵长河摇了摇头, 功法教主尽有, 圣物教主抱着修行, 时至今日教主却似乎也依然未破密藏, 可知这些东西最多不过辅助, 不能太过指望。 薛沧海正了正, 所以你想要什么? 赵长河沉吟片刻忽然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教主很可能已经废弃了血神功, 重修血煞功, 才能突然得到乱世书的认可, 逮捕上了人榜。 否则以原先只能和月红灵玄关八重时相比的战力, 逮捕人榜是轮不上的。 薛沧海眼色有点黑, 你后半句可以不说。 妈的你们小男女坑, 我就算了, 乱世书也坑我。 好不容易暗中提升了一波, 本来以为没人知道可以扮猪吃老虎, 还没藏两天呢, 地补人榜, 天下皆知, 玩你吗? 更气的是重修了血煞功之后, 密藏之门依然不得而入, 煞气的反噬折磨还时不时要人老命, 这一切值得吗? 赵长河道, 薛教主应该也是在密藏门前, 面临和赵某一样的问题。 赵某不看秘籍, 不问圣物, 只求与教主酣畅淋漓地对战一场, 或许互相印证所得, 双双不入密藏之门。 薛沧海差点笑出声, 说来说去, 还是觉得本作是个软柿子, 想捏一下。 赵长河很认真地道, 不, 我觉得我还不一定是教主的对手, 教主对血神教功夫的磨练和理解, 世间第一, 我是抱着讨教的心态而来。 薛沧海冷冷道, 那我又为什么要满足你? 赵长河放下茶杯, 淡淡道, 因为我是赵长河。 薛沧海眯起了眼睛, 血神之法, 我不如教主, 但畜类旁通, 博彩重常, 教主不如我。 赵长河慢慢道, 我失之于血煞不惊, 教主失之于过分沉迷, 我相信, 你我若能互补, 密藏之门就在那里。 薛沧海心中终于跳动了一下, 预想过无数赵长河的来意, 也很难想到这一款式。 是了, 他不是一个后学晚辈在挑战前辈, 不是一个叛徒在衣锦还乡。 这是一位正在持出寻找宗师之路的武林名家, 正在论道。 薛沧海沉默片刻, 忽然问, 你说我过分沉迷, 基于什么? 你了解过我的武学? 此一只也。 赵长河道, 血神教修行之法, 凶利暴躁, 杀人养杀, 教主时至今日是否还在考虑, 是这个世道限制了你, 如果能让你找到大肆屠杀的机会, 密藏之门就破定了。 薛沧海慢慢道, 继续。 赵长河道, 然则教主难道没有发现, 那位上古魔神的根本之意, 不是杀人也不是仰杀, 那是神佛聚散的豪情霸道, 是天地无我的斩我问心, 是地狱如是的世界之官。 天道死了, 谁为天道? 这位魔神临终之前考虑的, 真的只不过是杀戮吗? 薛沧海慢慢站起身来, 神色严峻至极。 赵长河伸手一触戒指, 龙雀羞然在手, 咬指薛沧海, 话到这里, 已然说尽, 薛教主可想印证他。